奇數跟偶數分開的話 那當然我會需要有兩個變數 然後呢 Printer出來的結果的話 其實也就是兩個結果 不過其實甚至可以一個變數就好 最後把加總的結果減掉 奇數 如果是奇數的話 偶數就是把加總結果減掉 因為這方法很多 那我大概想到比較直覺 如果我拿剛剛的程式來改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一個叫Sum A 就是奇數的 一個叫Sum B 至於這個變數名稱 你可以自己改成名的名稱 都OK啦 反正我的習慣就是把名稱取得簡單 好記就好了 那再來的話呢 For I in Rain 這個範圍是固定的 可是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在 回圈裡面要做什麼 判斷 If If什麼呢 I的詞喔 如果除以2能夠被整除的話 那是偶數 所以喔 百分比有沒有 那這邊加個2 也就是I的詞 除以2的結果 如果等於等於 特別注意喔 這邊一定要兩個等於喔 這也是運算子上面有講的 等於等於0的話 冒號 做什麼事呢 做底下的事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後面一定要按個TAG鍵 因為你要做的話一定在它的下一階 這個要特別特別特別的小心喔 OK喔 那因為呢在那個Java或JavaScript 它是用大瓜糊啦 那在Python裡面沒有大瓜糊 可是呢它就變成用什麼 用縮排來表示裡面要做的事情 所以那個大瓜糊實際上就是 等於是冒號的那個效果啦 OK喔 不過感覺啦 當然用冒號 會讓程式看起來更清爽許多 不然那個大瓜糊真的是一個噩夢 以前常常 剛開始寫Java的時候 每次那個加的大瓜糊開前面的 後面就忘了加 那就錯了喔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什麼 如果能夠被二整除的話 那就是什麼 把Sum 應該Sum B吧 可是如果顛倒的話 那應該不等於 不等於 不等於0 那就是奇數 所以假設我寫這樣 Sum A 加 A 那反之的話呢 就是加一個L 冒號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 如果不等於0 除以2不等於0的話 那就是Sum A 那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什麼 Sum B 那就是偶數部分 Sum B的話呢 指的是偶數 那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OK 那最後的話呢 變成什麼 計算總和 那計算 基數好了 假設這邊是基數 一個是基數 一個是偶數 一個是偶數 那就是 把這邊在做基數總和的話 就是Sum A 然後把這一行Ctrl C一下 然後把它Enter一下 這邊的話呢 就是偶數的總和的話 那就是Sum B 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 應該理論上 基數會比較多很多 執行一下 OK 好 有沒有 一個是 2500 一個是2450 OK 另外一種寫法 就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假設只要一個變數的話 把基數的加總結果 把基數的加總結果 用全部的加總結果 減掉基數的加總結果 那就是偶數的加總結果 也可以啊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方法一 OK 那如果方法二的話 另外我這裡下呢 還有放力 這個是剛剛講的 方法一的部分 就我剛剛寫的 但是我寫的部分呢 特別注意喔 我這邊說什麼 等於 等於1 就是 除以2之後 如果於1 就基數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寫成這樣 有沒有 不等於0嘛 你說不等於0 不等於0 不等於0的話 那就基數啊 也算是基數啊 所以敘述的方法 很多種 有沒有 看你要怎麼放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等於等於1基數 不等於0 也是基數 那等於等於0 那就是偶數 OK 所以敘述的方式啦 只要符合 他的運算值的這個規則的話 那其實都可以喔 OK 所以敘述的方法 會因為每個人的思考邏輯不同 不同喔 那當然你可以有寫不同的 那樣的寫法 其實也不能說不正確喔 只是說呢 你那個 邏輯要是正確呢 也不要說自己變出一個 那個特殊符號 那當然就不OK的喔 好 試一下喔 好 好 谢谢大家